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晚王國彤律師出席了一個在尖沙咀舉行的中學生集會 他在裏頭作出了一些見證 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他提及到有些年輕抗爭者居然間被他的家人迫白 導致最終要流亡海外 真是非常可憐 王國彤律師怎麼說呢 他就說很多的年輕抗爭者被他的家人發現上街遊行示威以後 他的家人會怎樣做呢 會換鎖 會扔他出街不讓他回家 會將他虐打 或者將他的資料放在藍絲網站 任人來看 他就感嘆了 家人的親有時並不是理所當然 他又指出看到很多年輕人為社會付出了很多 令到成年人感到慚愧 他就覺得欠了年輕人很多 因為年輕人他們所爭取的公義是沒有錯的 他就認為香港人應該一起向前走多幾步 老實說 這些年輕抗爭者遭到家人迫白的案件 其實並不是罕有的 完全是很難去理解到底他的父母是在想什麼呢 首先不要說其他事情了 苦毒不吃宜 身為父母怎麼會忍心打電話去報警 拘捕自己的子女 這些完全是沒辦法去理解 他干犯了什麼暴行 他只是去遊行示威集會 要不要做到這樣呢 還有是不是那種紅衛兵的批鬥基因深入了骨髓 以前批鬥那些老師批鬥父母 現在人到中年 就鬥自己的子女 這是非常可憐 我真的替那些年輕抗爭者生活在這些家庭而難過 我想引述一段論語 裡面的一個節錄的文章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孔夫子是怎樣教我們 在這些情況下 葉公與孔子弱 吾黨有直弓者其父讓羊而指正之 葉公就跟孔子說 我鄉下的人 正直的人是怎樣做的 如果他父親偷羊的話 兒子就會出來舉證他 會指正他的 孔子就回答葉公 孔子讓吾黨之直者 易於是 父為子隱 子為婦隱 直在其中而 孔子又怎樣說 我鄉下的人的正直不是這樣的 老爸會為兒子隱藏 兒子會為父親隱藏 正直在其中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很多人其實不太理解這一段 就算大家讀中學的時候未必理解 孔子這樣 正仆街來的 這樣來互相包庇 都可以嗎 不是 首先孔子就沒有說 其父樣樣而指正之 兒子就是舉證的老爸偷羊 他沒有說這件事是錯的 他只不過他鄉下的那種正直不是這樣的 他鄉下的正直是怎樣 是重視人倫關係多於這個所謂的舉證 為什麼孔子會認為父子相隱都是一種正直呢 因為這種正直就是那種意 說那種父子之間的親情在裡頭 如果只是你這樣的老爸老母 你聽孔子所說 對不對 正直也有分很多種 如果你重視和你的子女的親情關係 你需要不需要這樣 你的子女不是殺人而已 如果他殺了人你大意滅親 個個都拍手掌 他去遊行示威集會 你需要不需要報警抓他 需要不需要趕他扯 這些行為 是不是一個人類可以接受得到 這麼輕騎的事情 需要不需要報警 對不對 真的很多餘 聽一下這些論語所說 對不對 重視一下倫理親情 這一種都是正直的一種 是不是 他不是乾犯了什麼離天大禍 有時候 不只是想著養兒房老生的兒子出來 每個月頭問他拿家用 然後他回家求助的時候 其實今天早上也分享過一封 抗爭者的信件 他那個老爸老母都會理解他這樣做 你這個不是的 這個是你報警然後迫使他流亡海外 這個是很可憐的事件 是不是 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支援他 可想而知 他們的心理狀態 真的會非常不穩定 希望他們有些同路人 是不是 如果跟他們一起去 就可以緩解到他們的情緒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怕他們想不開 是不是 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關於林鄭 林鄭在Facebook上出了一個貼文 說關於社區對話 他就說 社區對話首場反應熱烈 這是他才說得出 但是由於活動以公開形式進行 再舉辦的時候 必須考慮到 發言的市民會不會像上一次那樣被人起底 以及場地安排等等的因素 我們跟市民對話的誠意沒有改變 管治團隊會積極地籌備下一次的社區對話 也會繼續推展不同形式的對話 誠心聆聽市民的心聲 多位局長也會在他們各自的範疇 進行Facebook Live 即是Facebook直播 這件事很有問題 林鄭 到底你有沒有邏輯 你說怕市民被起底 就不搞這個社區對話 即是不搞一個正式的 大家坐在一起 好了 如果在Facebook那裡怎麼對話 在Facebook那裡留言 一樣會被人起底 除非你鼓勵大家都是用一些假的帳號來留言 是不是 他叫陳小明 他叫陳大文 大家一起假鬥假 那有什麼意思 是不是 如果大家要戴著個假的面具來溝通 那不如不要溝通 是不是 Facebook直播一樣是會被人起底 如果大家用真身去留言 是不是 還有你說怕市民被起底 是多餘的 如果你搞社區對話 就不用搞了 要不就叫大家蒙住頭 像警察那樣 蒙住死人頭在那裡說話 那有什麼意思 什麼叫社區對話 你還說要真誠 又說怕被人起底 這根本是多餘的 是不是 你根本上不想搞就不想搞了 是不是 還有 Facebook直播是聽不到市民的心聲 我想跟你說 你除非好像我這樣做直播的時候 接電話 是不是 等市民直接打電話給你 喂 你就怕別人說髒話 問候你老爸老母 炒蝦拆蟹 你又不敢聽電話 你一是聽電話 就有篩選 又做妹的 那就沒有意思 是不是 你夠不敢搞 又是你夠膽搞 你就做 是不是 不夠膽聽電話 什麼播 等人在那裡留言 你選來讀 找吳景俊在那裡 篩選過那些留言 才讀 那有什麼意思 對不對 還有 你自己不做就射給那些下屬做 這個社區對話是你自己要搞的 你應該 你自己 去做這件事 你怎麼會射給那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他們用什麼很直播 要麼你找陳肇始出來說清楚 到底那些催淚煙含有多少異惡英的成份 到底經過催淚煙分過的生果和食物 是不是沖一沖水 就可以吃得 你這麼喜歡做Facebook直播 我給你一個招呼 你做Facebook直播的時候 叫陳大局長出來 坐定定在那裡 在一個密室那裡 你拍著鏡頭 射一些催淚彈進去 然後放一些生果進去 沖一沖水之後 叫陳大局長去吃 逐樣吃 叫他逐樣試 那你的Facebook直播就有看頭了 為什麼要跟你溝通 人家市民一早說了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你聽不到嗎 後來才說了半年 現在已經半年有多了 你還假裝聽不到 還假裝聽不到 還叫市民給你意見 市民沒有什麼意見給你了 吃水果 吃催淚彈 是不是 有什麼好說呢 再不然你的Facebook直播 就不用在那些 辦公室那裡搞了 整色整水 在那裡裝作 聽什麼市民意見 什麼意見你聽不到 直播什麼 直播那些臭隔 直播那些新屋嶺 到底是怎樣的情況 你夠膽進去播 是不是 或者直播這個831的CCTV 叫港鐵 出回太子站的閉路電視片段出來一起看 當公影會這樣看 你夠不敢這樣做 這些破格的事你不敢做 然後整班人都穿了西裝骨骨 坐在那裡裝作聽意見 聽條毛嗎 你要聽意見 市民一早上街聽了 6月9日100萬人大遊行 6月16日200萬人大遊行 你這樣也聽不到意見嗎 對不對 還要大家不要忘記 上次搞完社區對話以後 隔幾天就已經要引用緊急法 實施禁蒙面法 你能聽到市民的意見 找一群人走進去 有些人擺明是妹 市民發現了 所以你就怕被人起底 又不見黃絲怕被人起底 入得去說話 你不要怕被人起底 怕被人起底 你不要進去報名 多餘 對不對 真的是完全不可理喻 怕市民被人起底 如果這樣 你以後的公眾諮詢會 不用搞了 每個人都被人起底 對不對 你進去是不是 要給姓名 要出樣 找了這些藉口 你不是怕自己安排做妹 被人發現 真是多餘 還說叫那些人 所以我呼籲所有 黃絲 或者那些同路人 全部都不用去採取他 就算他搞什麼 Facebook直播也好 社區對話也好 等他自己在圍爐 玩完他算數 根本都聽不到你的意見 他聽完你的意見之後 上次說到 好像熱淚盈康那樣 浪費了 隔幾天就出這個禁蒙面法 終於被人判為違憲 那你哪有聽到市民的意見 對不對 不要整色整髓 越搞得多這些花神 只會挑起更多的民怨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